娱乐圈永远都不会缺少这个话题,每一个明星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。 而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下,他们不接拍戏,又要靠什么来生活呢? 众所周知,在娱乐圈中拼命三娘的一定就是杨幂了。 这几年里他算得上市连轴转,365天很少有休息。 作品出了很多,参加的广告代言也不少,甚至经常还会上综艺。 算得上市转的一波满满。 当然除了转片酬与广告代言外,杨幂也当起了老板。 成立了自己的传媒公司,靠着自己的热度,带出了很多的明星。 所以就算杨幂以后不接拍戏,也没有广告代言,也还是一个有钱的明星。 但我们要介绍的这几位女明星就比较特殊了。 退出娱乐圈很多年,没有任何的广告代言。 更加没有公司支撑,最重要的也没有老公的支持。 那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呢? 王祖贤在港台明星中,算得上是非常有名的了。 当年他的作品很多,而且与其情的恋情也令大家都知晓。 在2003年大红大紫时,王祖贤选择了退出娱乐圈。 将近有15年没有工作过,而且他一个人搬到了外国定居。 时常有媒体拍摄到他在逛街的照片。 好在早些年前,王祖贤攒下了很多钱,在加拿大也买了不少房产。 或许生活没有之前的那样优越,但是生活的质量水平却不会有所下降。 而且通过粉丝的透露还知道,王祖贤现在的生活过得十分安心惬意,时常溜溜狗逛逛街。 而另一位女明星,那就是关芝林。 伴随着关芝林的出现了很多绯闻,是他辗转在各大富商之间的消息。 虽然现如今他已经有11年没有工作过了,但是之前他累积下来的钱财还是有很多的。 并且在他与富商有瓜葛的时候,也得到了很多的报酬。 而且曾经采访关芝林的时候,他说只要有钱就会买房产。 因此,或许这一辈子不工作,关芝林的吃喝也完全不成问题吧。 其实,很多人都说关芝林在圈内算得上是富婆,当年的保龄球事件,闹得轰轰烈烈,而且也获得了不少的钱财。 明星拍一部戏的片酬都非常可观,要用来养活自己,确实不成问题。 因此,我们还是不必担心他们到底靠什么来生活。